大家好我是Michael 那你想要什麼時候退休 相信很多人學英文都是為了在職場上如意得水 甚至可以提早退休 財富自由 我今天就想要來聊聊就業跟退休這件事情 我覺得只有我講的話可能有點不太準 畢竟我的專業還是比較偏向英文為主 那今天我們就邀請到高雄市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的楊主任 來跟我們一起聊聊我們的就業與退休吧 Michael好 大家好 那我自己是覺得你要找到一個離你夢想工作比較近的職雅的話 會需要具備三個東西 一個私心就是什麼 就是語言能力 畢竟不然教你們怎麼辦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卵實力 包含像跟人家的溝通啊 團隊合作啊 因為還是有蠻多工作需要面對面的跟人去做接觸的 最後當然最直接就是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長 不論做哪一個行業呢 有個一技之長 甚至很多技能的都是很重要的 才能夠幫助你去解決一些最根本的問題 Michael你覺得英文能力是不是一技之長 我覺得他也算是一技之長 但是他相對來說也可以當作輔助技能 對像是譬如說 如果你有一些技能 然後你再加上你有一些外語能力的話 你可能你的就業市場就不僅僅局限 在台灣 你可能就是可以想要去哪邊就去哪邊工作這樣子 然後甚至你也可以繼續留在台灣 但是你卻可以找外國外商公司 然後work from home 那想要問一下大家就是你們想要什麼時候退休 Michael你自己覺得你想要其實誰退休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不想要閒下來的人 所以我應該會工作到離開的那一天這樣子 所以表示你很喜歡你現在的工作 所以你就不會想要離開你的這個工作的情況 也沒有到很喜歡 還不錯不錯 但是可能就是希望一直有一件事做 可是就一天可能工作可能兩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就好 不用到十個小時這樣子 所以這也蠻關鍵的 就是說我們對於工作跟退休的定義 我們會覺得 當你工作是做一個全職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那個退休的分界就會比較明確 那其實台灣的退休年齡 原來在2008年之前 勞基法規定是60歲 那2008之後改成65歲 所以這個法規的規定下去 也是讓為什麼很多 在60歲65歲的這個所謂高齡人口 因為這個法規的規定 所以讓其實是壯世代 我們現在看60歲65歲 其實都還不能算是很老的老人家 這樣的壯世代 其實可能在勞動參與率上 就有一個明顯的下滑 可是蠻多中高齡的退休者 他可能還想繼續工作 就像Michael這樣子 也許不一定要工作很久 可是他還想要找些事情做 那像我有個朋友 他的爸爸他就是軍人退休 但是他跟我說的一件事 他說一般我們他的軍人退休 是他爸爸跟他分享 他就說軍人退休 可以做的行業別被限縮了 他說大概大部分的人 都會去做跟保全業相關的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政策 或是有沒有什麼樣的服務 是可以幫助他進去最快的 我覺得也會蠻多人想要去做一些創業的 所以他會參加一些像 我們自己有開辦那種輕食調飲班 他來學了之後 他可能自己再去做咖啡烘焙 或者是開一家小的早餐店 或者是輕食的店 自己當老闆 然後去從事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說到一個重點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所謂的中高齡 或是我本來的觀眾 就是我們其實很多人就像一開始說的 他可能學英文是為了想要得到工作上的機會 這樣 那所以我們在找工作的時候 其實蠻重視一個東西叫做 時間成本跟金錢成本 如果我們是做本科系相關的 就等於說 你大學四年的時間跟四年的學費 大概就是五十到一百萬左右 都是為了幫助你以後找到這一份工作 那當然出社會後 你蠻難再花四年的時間 五十到一百萬去學習一個新技能 所以以我個人來說好了 我覺得如果一個東西 他是半年之內 就可以得到一劑之長的 那我會蠻願意去嘗試的 那剛剛Michael有問到說 如果來參加政府部門辦的職業訓練 費用跟花的時間 那現在其實我們的不同的職業訓練的時間 長度不太一樣 最短的可能有兩百個小時 那大概兩個月以內就學完了 那最長的可能是到四百五十小時 甚至有六百多小時 那這個時間大概在三四個月內 原則上也可以完成 那如果是已經退休的 我們說中高齡者 其實他要參加這些公部門辦的職業訓練 都是免費的 就有點像是變成全職考生 然後就衝刺半年的時間 去考公務人員等等 那想問一下主任 如果不是免費的話 我大概要準備多少的錢 就可以去參與這個 其實以公部門現在辦的職業訓練 他的費用 基本上要鼓勵大家去學技能投入職場 那所以基本上以公部門來辦的話 原則上都是免費 那如果說需要做自費的部分 大概也不會超過這個整個訓練的兩成 有沒有任何的例子 就是可能之前有上這樣子的班級 班別 然後他覺得說這個真的很不錯 然後也真的轉換跑道成功的 其實我們曾經有一位 特別從新北下來高雄 參加職訓的一位中高齡者 然後他上完這個課程之後 是跟餐飲有關的 他就自己在高雄開了一家包子店 就開始在販售 那當然他會離開新北也有一個原因 因為他本身是更生人 他覺得他想要離開原來那個環境 然後剛好找到高雄的這個工作 有這些資源之後 我覺得很多人會問你 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說 心魔不敢去開始 可能是不論是周遭的朋友 或是家人 等等都有可能會給他造成這種壓力 讓他不敢開始第一步 那像我知道的是 有一些 就中高零來說 可能有的人會覺得說 爸爸媽媽還要去工作 那這個是不是 子女沒有盡陰盡的義務 還是會有一些小誤解 其實要講歧視 我覺得 像我們在推青年就業 我們也推中高零就業 也推身心障礙者就業 那你覺得哪一種對象比較容易被歧視 我覺得應該是中高零跟身心障礙 如果這兩個會是 我覺得大家會 因為大家都覺得 啊年前就是要去工作 對啊 但是他其實又蠻個別化的 像青年剛畢業的社會新年也會被歧視 因為過足在面試的時候 他喜歡又有經驗的人 是 所以 剛剛因為Michael提到說 歧視這件事情 他有時候是無所不在 那這個當然就加上一些偏見 你把偏見落足於執行 他就會變成是歧視 所以年輕人也會因為他的經驗不足 或者他沒有夠多的社會利益被歧視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高零者或身心障礙者 他就相對有這個優勢是 他會非常珍惜工作 但我自己是覺得最近這個現象其實 好蠻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現在的平均壽命也蠻長的 像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做高年級實習生 年輕人固然有年輕人厲害的地方 譬如說在科技上面 用電腦用手機一定是 比中高年齡熟悉非常非常多 但反過來我覺得有的中高年齡的經驗 像軟實力就是溝通能力 那溝通能力蠻多時候都是需要去磨練之後 才可以學習的 那如果我軟實力的部分有長輩的幫忙 我覺得這個進步的速度會比自己 撞牆或是遇到困難之後 排除困難才學到 我覺得這會蠻好的 我下午跟我朋友講說 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課別 你去上台會有補助可以拿嗎 他說他有這種事 就是可以學技能又可以拿錢 那像這些資訊 我平常可能要去哪邊看 才比較能夠接收的到 最完整的資料 公部門的職業訓練的資訊是在 職訓一網 那這是勞動部他所建制的 那職訓一網裡面的資訊 就涵蓋全台灣的職業訓練 那在高雄的話我們自己單位是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那我們的中心的網站也有相關的 包括自辦職訓 跟我們的委辦職訓的資源 如果你希望能夠 不管是在做所謂的二度就業 或者是希望能夠充實自己的這個技能 或者你現在是屬於失業的狀態 都可以來運用這樣的職業訓練的資源 剛才昨天講的這些資訊 還有班別的連結 我都會幫大家整理好 再放到資訊欄裡面 那今天很謝謝主任來跟我們聊就業跟退休這一塊 因為畢竟相信真的很多在看的觀眾 可能就是為了就業來選英文 那除了英文之外 這些我覺得也都是你在未來的就業市場 一定要了解的面向 那我們最後再次謝謝楊主任 謝謝Michael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掰掰 按讚 沒關係 主任比我還專業 按讚 分享 給你有帥找工作的朋友 或給你爸媽看 都OK 都OK 分享出去 訂閱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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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